卖吃的不管是什么呢 都是排队 排队 三大排 他们这都是老店家了 哎呦呦 一圈一圈的排 对一圈一圈的排 从外边排到屋里 往后再要过来 那边有个手工的萝卜糕跑到前面去了 那也排队 排队 对 吃了啥都排队 对 走我们去排点啥去 现在黑了没什么人了 可以 去看看那港式料理呀 这样一点 又拐了老公 你小时候有这个 哦 你小时候还是我小时候啊 你小时候 我笑我一笑 我小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 你小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 妈你猜这啥 三加皮吗 三加九二 不是 啥呀 我刚才呀 就看到他从这个车位开出去 然后呢 就在巷子里面这样 有没有 然后我要停车呀 我就把车停了他这个位子 然后刚才那个先生人挺好的 就他车开去之后的话就停在他们家旁边 就是那个旁边应该是他家住在这边 然后我就看到我想说没走 然后我就下车的时候就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你要停这里呀 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占用了人家的 就是这种车位我知道就是没有说是指定是谁的 但是一般约定俗成啊 就是人家这个住在这儿的哈 就大家轮流这几个人在用可能是 我说你要停在这儿吗 我说不好意思 他没有没有 他说这没有是谁的 他说这个这车位的话没有是谁的 你可以随便用 他说我等一下回来才会再停在这边 如果有位子的话了 他说没关系你用你用 我说我去逛老街 不好意思 我说占用一下 他说不会不会不会 这没有是谁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互相 大家都互相这种感觉哈 你就感觉很舒服 就是不会说这东西 我觉得它是我的 我就一直要霸占着它 我不会给你用 虽然说这地方没有说指定是谁 这地方真的没有指定是谁的 因为这个是旁边这个透天的那个外墙壁 它是白线下面 然后这边也不止停了我一个车 我看现在几个车 算我四台五台这样 所以说真的你这样听人家这样讲就很舒服 对不对哈 今天呢是假日 带我爸妈来大西老街走一走 哇 假日这边真的是一味难求车位啊 很难停车 我是昨天晚上吧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报道 就说北部啊 说老街大家推荐哪个 大家都狂推说大西老街 哇 我想说啊那好 那明天带爸爸妈妈到大西老街走一走吧 我觉得这边很多好吃的 像这边有素食啊 我之前的话是带我婆婆来逛的时候啊 然后带我婆婆有吃这个素肉圆 我觉得蛮好吃的 这一间的话我也来过几次了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好吃的 大家觉得啊 豆干 黄日香豆干对不对 然后可以点一份综合的对不对 好像110块吧 有的时候我也会外带回家去 我真的觉得很Q不错吃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港式料理有一间 也不错 还有什么 还有糕点对不对 哎 我觉得真的这边好吃的东西很多很多 我们一起去逛吧 我在这等着过马路 看到一间很特别的店 写的黄色这一间呢 藏香蔬食咖啡馆 西藏的吗 西藏的素食哎 它上面有写 哇 这还蛮特别的 第一次看到西藏的素食 那上面素食真的很多 你看前面还有明摘素食 有没有 然后他们中间的这个江家古早味 乌芽糖 不是叫乌芽糖吗 他们叫乌芽糖啊 所以卖芽糖啊就是卖那个什么花生糖啊 哇 我几乎没看过他们家没排队的时候看 很可怕 现场现做的 花生味很香 一盒120块 走吧 我妈刚才不舒服 晕车吐了 我也没开山路啊 你咋还吐了呢 我刚刚塞车没有 走走停一走 晕车那个塞车停的 我爸好好退 好好退 哈哈哈哈 待遇够了吗 主要是待遇够了知道吧 看这边除了有很多美食之外的话 只有这些古香古色的这些 呃 门市店面 说很漂亮 你看这些雕刻都很漂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妈我爸站这看人家这个做这个花生糖看了半天了 你看这家多少人 妈生意老好了 看家没有不排队时候 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是这样进去 然后这样排出来的 一圈我妈说没错 真的是一圈 这个赖妈妈豆花好像是后搬过来的 老公这就是我们开车路过那一间对不对 也是天天爆满那个哈 然后这一间应该是在那个国小后面那个搬过来的 哇这夏日人就是多 这些我都喜欢我要买鲑鲑鱼 纯芋头这种没有馅的 这些应该是老的对不对 我觉得好漂亮 我是那个 我说那个好吃的港式料理在这个箱子里面 老公咱上次吃这个哈 大西港式点心 虾饺好吃很好吃 这个拿破仑呢 我第一次吃呢 是在我们第一次吃是在 那叫什么 英哥老街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特意跑回英哥老街买没买到 就来大西老街就有 就这样的 我买一份呢 你要长一点点就好了 长一点 买了一条 带回去是 他也好可爱呀 我的天哪 客气好 呵呵呵 再来一个这边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好看的这个街可以逛哈 就是这个古香古色的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凤飞飞的故居 就在这条巷子里面 这里 这也是粉丝朋友跟我讲我才知道的去里面看过 你们想过去看吗 哦我发现一坑泡菜也好吃哦 我妈我爸在看人家套拳 我女儿啊就要玩过一次我就给她玩了 玩完玩好之后我女儿说这根本套不动啊 然后就以后她再也没要玩过 妈你刚才就在这桥上塞车塞的时候吗 嗯 现在回去塞来不塞了你看 咱们晚一点回去就好了 我妈说塞也不怕了没啥可吐的了 等一下我给你买豆干吃 你就能吃豆干 买给你买鸟蛋 买鸟蛋 买鸟蛋 以前20块7颗 很多口味自选 这就是大溪桥 大溪桥哈老公 夜景 多漂亮这桥 它上面那个雕刻什么的挺漂亮的 白天有白天的美 晚上有晚上的美 巴洛克 对巴洛克风格的 但我可以给她一个因为我没放什么调味 买鸟蛋 你偷了也一颗呀 你都吃完了这么快呀 你饿了 妈那边有个玩陀螺的一个大哥玩特好 会花样的啊 各式各样花样的玩陀螺 会会 在那边吗 会 我应该我应该问那个大狗的那个主人 我说那边玩陀螺的大哥今天有在吗 应该下班那儿 天黑下来了 但人还是挺多的 现在要是回去的话呢 回去那个路也塞车 我们就再逛一会儿 嗯 港式料理呢 我想说带我爸去吃港式料理 我爸比较爱吃那类的蒸笼类的东西 带他去吃吧 然后买一份豆干给我妈 现在给我妈买东西吃 我也挺稠的 不知道买什么 因为刚才我买鸟蛋给他吃 想说就是调配也不重啊 就蛋白质啊 可以吃哈 我妈又没吃 她说觉得油油大 然后小时候呢 只剩给他买豆干了 给他买一份那个综合豆干吧 哎呀我的天哪 这我妈糖尿病 我这出来吃东西给他 我觉得太 真的不知道怎么好选择 哦这间干妈店你看 古香古色的哈 还有那个什么 我老公说小时候的味道 女儿进去逛 小时候有吃东西吗 啊 你小时候有这个 啊 你小时候还是我小时候啊 你小时候 哈哈哈哈 我笑我一笑 我小时候这个东西都没有 你小时候这个东西都没有 嗯 我可以买这个吗 是好吃的 买一个就好了 少吃糖 没有吃很多好不好 嗯 妈你猜这啥 三家皮吗 三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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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香蕉杆 香蕉杆 嗯 我看起来像 太不像了 哈哈 那应该整根烤的 你看这不是这样的吗 对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对呀那么里边那个皮没有 没有皮 来一袋尝尝吗 不尝 对 这样我也咬不了 对你咬不了可能 QQQ啊 QQ啊 哈哈哈 老Q了 哎妈这个 这叫塔糖 对 对吧 我们英语班有这个我们吃这个 哎我小时候就有这糖塔糖 但是我们那个多数什么打虫子的 是吧我妈 吃完了打虫 对 我们小时候吃这个糖上面是有药的吧 就打虫子的 现在没有这东西了 它那个就是虫子 一样造型是不吗 做成那个形的 对对对 就是做成这个形 但我们那是虫子药 但是也确实挺好 挺鲜 确实挺好吃的 哎你要不 谁都爱吃 你说我小时候啊 嗯 要不做成那样的 那药都没人会吃哈 都没人吃 嗯 哎我拍个照 这我小时候的记忆 现在这东西都看不到 这个你小时候也有 这有吗 你小时候还有 我小时候还啥都有了哈 你还赶着边 我小时候这也有叫奶豆 对 我来我拍个这个 小时候这个叫塔糖 台湾叫花仔饼 我们家那富婆自己带钱来的 妈人有钱 是 嗯 对呀 临出来的时候自己回去房间拿的钱包 在卖 卖吃的 不管是什么呢 都是排队 排队 站大牌 他们这都是老店家了 哎呦呦 一圈一圈的排 对一圈一圈的排 从外边排到屋里 往后再要过来 那边有个手工的萝卜糕 跑到前面去了 那也排队 排队 对 吃了啥都排队 对 走我们去排点啥去 现在黑了没什么人了 可以 去看看那港式料理啊 又拐了老公 哎呀外面都没有桌子了 我估计应该是卖完了 就说一些 我问问看啊 卖完了 这他们家现在新的价目表 虾饺很好吃 我们上次有来吃 上次还吃什么 还不错 他们家总体来说还不错 那个牛盒一般 晚上灯光一亮 也挺漂亮的 黄日香 我要买黄日香 对 这个我妈可以吃 妈我买这个 大家来大西的时候 会买哪一间呢 我每次都是买这一间 综合110 这一间 这样的一份 这一锅是卤的超入味 而且QQ的 他们家有发票 然后是这种电子叫号 也可以在户外吃 刚才看到一只腊肠瘦瘦的 我们家的是怎么了 这样比较省力也比较快 刚才我问老板娘说 一共是五样东西 这里谢谢 我买两个袋装的 看这只跟小Q长多像 但他不胖 我们被养得太胖了 他跟你像不像 像不像 对大一号的 有点钓鱼点了 我们就回去了 很漂亮的 古香古色的 老街真的是老街 大西老街都关了 所以说我们来吃米干来了 我妈米干也不敢多吃 妈你多吃豆干 这个是大薄片 不客气 好 我妈米干 我妈米干 你 我妈米干 感谢观看